耶稣就告诉你 耶稣就告诉你 他已经洗过身的人 就不用再洗了 就洗脚 这句说话 可能的含义就是 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生的罪 我们就是每天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要求主赦免 当然你以往的犯的罪 你想回你都可以求主赦免 但是你不需要 哎呀 不知道耶稣赦免了没有 我有以前的罪赦免了没有 你有信心耶稣真是赦免你的 所以你不用由头再洗一次 耶稣说 我有今天犯的罪 求你赦免我 我想起罪未求你赦免的 求耶稣赦免我 耶稣就告诉我 我们个人都可以洁净的 在神里面很特别的 可以洁净的 我自己也是 当我经历圣灵那一刻 和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洁净的人轻散 我在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是有一种感觉 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爱 很强烈强烈到不得了 但我同时有个感觉 我心就有点忍住 因为我太长的时间有压力 那我就 后来我去一个聚会 那个人就知道我 我没有告诉他 他知道我心有点忍住 他就想我放手在我心里 很舒服 我觉得 好像东西在松紧那样 耶稣就服侍我 将我心里面的重担 拿出来 耶稣将我所有的烦恼 拿出来 我完全的轻散 做一个开心快活的人 很多人呢 听到耶稣服侍人 我们听到服侍 很多人不喜欢 有妈妈服侍当然最好 妈妈在全家 通常来说 是最劲力服侍的 通常来说 当然 有饭吃 地面干净 他当然很紧张 他很紧张 家里很干净 家里不要乱 我过去有没有衣服 出街 妈妈很紧张 有没有穿衣服 妈妈有一个很强烈的服侍的心 所以妈妈令到你温暖很多 家里面 是令到你的家庭里面 有一种温暖感 就是神将这种服侍的心 放在人心里 但是中国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千万要服侍自己人 服侍外人 有没有假设 三五四七 一次过就可以 如果继续 日日是这样 觉得很 叫做什么 吃虧 吃虧 吃虎 乘书行头 惨过敗家 在广东话里说 如果你吃虧 天气吃虧 就不要做 这是普通人的心态 但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说 嘶比受更为有福 就是你给出去 比受更为有福 有一个婆婆 我探她 她跟我说 她说 你听过圣经 她说 她说 她记得 很久之前的说话 她记得 嘶比受更为有福 很多人 他就觉得不是 觉得你请我吃东西最好 我请你吃东西 哇 我没得吃了 我帮你 我要用时间 我和你执事又要用时间 就是我们觉得是吃虧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照耶稣所说的去做 反而你得的是最多 为什么会照耶稣所说的 去服事人得的最多呢 如果你的人经常都惯顾 就是镜石自己 石身 说有东西做立刻让人当不知道 那些人自己做了就行了 我不用收拾东西了 人家知道的 你不要以为人家都很蠢的 哎呀 快点做了 那个人没有做了 他有事了 他不会这么想的 他当然说 次次做一件事就不见人了 这个人出去做工好吗 不好的 就是人家会知道这个人 他是不会肯合作的 他就算去玩 人家喜欢的人是会肯帮人的人 就是我们的心态 不要觉得是吃虧的 因为你帮人呢 反而你是令到 将开心带给人 令到周围的人得到福气 还有你会有真正的朋友 有些人说 哎 没有人喜欢我的 哎 别人理解我的 为什么呢 你整天都是想人家那里得到福气 但如果你想给人呢 你是会有更多朋友的 有些人说 哎呀 很难追女仔 为什么呢 或者很难有男朋友 因为为什么他整天都想 那个男仔那个女仔 我没有那样东西 啊 他最好呢 有个车 车着我去哪里去街 啊 他呢 又送什么礼物给我 车子就带我去吃大餐 什么意思是想拿 你想拿的时候呢 人家很久他发觉你 你只是想拿的 他就会对你呢 就是他对你的看法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的人 时时都是帮人的时候呢 人家看到是觉得 就是你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人家会喜欢你的 就是你会有很多朋友 就是你会周围接触的人 都是容易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耶稣说是有福的 施比受更为有福 而且你不要想着要回报的 就是我从来帮人没有回报 我在网上帮人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有一个印度人啊 Indian 在阿拉伯国家 我自从放在网上之后呢 有不同的人回应给我的 有些人呢 我有打电话跟他祈祷啊 他们都很欢喜的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让我有机会去服侍他们 你都可以的 其实那些人是 好像我们一样的 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 在马来西亚 他爸爸说不让他回教堂 他回教堂的感觉到能力的 那我就跟他祈祷 那你们大家都可以的 这些电话我可以给你 另外呢 在阿拉伯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印度人 他就 这个印度人很特别 他说有一个人送一本圣经给他 他就在夜晚的时候呢 他祈祷的时候 他觉得全身有能力 跟着他听到声音一画 叫他读圣经 就是很特别的这个印度人呢 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经历 他现在他认识一个人 现在我就想为这个人祈祷 就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呢 我们都到现在都不太知道他会做什么事 那也都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 他赶赤人的时候是有部分的反应 但又不是很大反应 那他就 就告诉我听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他家里有一个人呢 他就叫他借钱给他 那么他就 那个人就说 如果你不借 就会有一些事发生在他身上 那么他就没有借 没有借之后呢 他就有一天 忽然间 整个人就 突然转转在他做工 忽然间整个人云灯 他同时也有 刚刚那时候有一个印度 一个人走过 是不是那个人 身上有邪灵 还是真的是他的家人 去奏助他 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么他就 他说呢 他就好像里面有另一种的力量 但是当他祈祷的时候 他有反应过 有改善 怎么改善呢 他说最初他两个手 就是右手不听话 就是右手不听话 那么就没办法 我将他与在一起 但是在这个祈祷过程 我说你凤耶松明 你两个手要合起 他说真的 现在碰到也合起了 他说起又说不了 是这样 就是说不了整句的 我说你凤耶松明 我要说说话 他说的时候 我凤耶松明 他说到话 就是他现在正在改善 这个是另一个人 我在帮助他 我觉得是一个福气 为什么呢 这些人其实很惨的 他很困难 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 他现在要停止做工 他已经停止了一个月 你想想 在人看上来好像很惨 但我能够服侍他一个福气 所以耶稣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并且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章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亲子 弟兄互母而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贵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这个耶稣就说 你为神而撇下 撇下意思不是你不照顾他们 而是你愿意 你把重要性化在神那里 你愿意为神的缘故 不是将他放在首位 有些人真的会去做宣教士 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 但圣经是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 要爱妻子的 所以这个撇下不是只要离弃他 而是说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给神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将生命给神 不一定要到撇下的地步 你可以在你周围的地方 你也可以祝福人的 耶稣就说得到什么的赏事 今世得百贵 来世永生 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贵 在来世不得永生 当你肯为耶稣去做的时候 耶稣就会赐给你很大的福气 你就会发觉你的朋友是很多的 你将来的配偶是最好的 有时有些人很心急 快点有个男朋友 快点有个女朋友 但他心急的时候 他得到未必是最好的 因为他得到的 他发觉很多吵架 大家不是有爱心 但当你走耶稣的路 你会发觉 你会得福 你会在婚姻里面 是真的有福气的 大家开心的 大家都是走神的路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从今天开始 整天都想着服侍人 譬如你一边收拾东西 每个人走过去收拾东西 别说等别人收拾 有骯髒东西 立刻自己自动 不用我叫的 譬如我走过出去 外面都是这样的 有时我走过 我又会见到东西 我又会收拾起它 我们时时都想着服侍人 就是在街上 我看到人 我在班斯站 我看到我跟他们说 嗨 我发觉跟人聊聊 很多走路才会比较好 聊到很多走路 他就会跟我聊 然后我就慢慢 把耶稣带给他 我心里都是想着服侍人 我看到周围的人 我都是时时去想 他有什么需要 我们看周围的人 想着他有什么需要 我们小组的时候 想着周围的人 有什么需要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他 有什么可以做 你有这种心态 你就会很开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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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